嗨,大家好,我们是开车狂浪 今天我们从丽江出发,目的地是香格里拉 这段路大家一般都会选择R14国道 而我们打算走这条东环线 这条东环线上的风光更为壮美 景点也比较集中 不过听说路况没有国道那么好 而且现在在修路,不知道能不能通行 但我们还是想先去试试看 大家可以看哦 其实从丽江往香格里拉 这一条是R14嘛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东环线 就是从这里,胡跳峡镇这里穿过来 然后再到香格里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条路线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景点很不错 有胡跳峡,然后哈巴雪山 还有白水台 然后还有普达错 所以这条线路的是一条非常 景观非常集中的一个经典线路了 我们今天就去探一探 对 好,又是这座桥啊 过了这座桥 我们就进入香格里拉了 香格里拉市 也叫迪庆藏国自治州 好,从这个地方要再过金沙江 我们其实是掉头回来过江的 因为要去那个线 我这线宽有点太窄了吧 2米3 哎呦,我的妈呀 太窄了吧 你看一看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过的 我这边可以啊 可以就行 它有2米3的我们车子1米9 我这边可以 我这边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啊 线宽会比较厉害 而且桥上面这边的话 旁边都有栏杆嘛 基本上只能单边通行 所以大家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宽度这一块线宽还比较厉害的 到时候特别是房车 房车要特别小心 房车就不要过来了 房车从那边 因为我们在刚刚过路口的时候 就有一个什么 就欢迎来香格里拉的那个桥 你就不要过来了 那个桥你就不要过来了 我们是因为之前岛的那个路 没有添加途径点 所以它是直接岛214 直接岛214的话 它就让你会提前过江 但实际上走这个东环线的话 你是不需要过江的 对,是的 好,过来了 OK 好,路明显变烂了 当然不能跟国道比 我发现我一进到这边 我就感觉恢复活力了 我感觉我复活了一样的 走上这种自驾路线 所以说其实还是不能再离自己家太近的地方做旅行 还好,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可能我觉得我自己个人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我自己更喜欢这种自驾的 自驾很开阔的感觉 然后周围都是高山啊 蓝天白银 喜欢这种 雪山啊 然后金沙江 鹿江各种江啊 对吧 所以说其实本身这边 因为中国有这个横断山脉 这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在嘛 虽然横断山脉这边受地壳挤压 会经常可能会有落石啊 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 但是它也造就了这边这么好的景嘛 嗯 哎,我们走到立香铁路桥这个这里的话 看一下有个禁止通行的牌子 哦,因为要建设金沙江特大桥 9月6号到1月7号上午进行 哦,好吧,这段时间都不能走 我们看到前面正在修建的工程 有两座大桥横跨于金沙江之上 一座是立香高速金沙江特大桥 立香高速已经通车 它将立江与香格里拉之间的行车时间 从4到5个小时刷短到了2个小时 而另一座桥是立香铁路金沙江特大桥 立香铁路修成后 昆明到香格里拉只需4个小时 这一路走进来由于路况比较差 我们的车上也建满了泥土和水泥 前方施工禁止通行 于是我们折返回到214国道 一直到2021年4月 这条东环线都是封路状态 好,我们现在到那个胡跳峡镇了 这边立了一个大牌子 到哈巴白水台 这条线路刚好处于封闭施工的状态 没办法跑了 原本做好的计划跑不了了 这只能再进去走214 往香格里拉走了 这条线路只能留到以后再跑了 太尴尬了 因为这边沾了水泥 所以没办法 要现在赶紧找个地方把它给冲掉 所以也在胡跳峡镇这里 找了一个洗车行 30块钱只洗外面 好了,刚刚洗完车已经走了 旅行就这样的,没办法 修路把我们原计划给打乱了 打乱就打乱了呗 我们还是走老路214回到再往北走 现在的话呢 已经到了下午的三点钟了 今天能到哪儿还不确定 关于刚刚说的那个东环线呢 洗车的一个,洗车那个帅哥跟我说 这个修路是整个东环线都修 因为虎跳峡那个峡谷那个地方经常出现事故 尤其像我们这种游客外地车 跑到那边的时候 然后有时候稍不注意就会有这种 比如说遇到落石啊或者泥石流啊 或者是你在挫车的时候不小心就掉下去的情况 年年都有发生 所以他们现在说 紧去整个胡跳峡这边再做修整 把那边给修好 以后再跑那条路可能会 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番景色 下午我们经过了香格里拉 稍作停留继续向北 得清了 现在外面的温度是一度 我们现在正在顺着这个德清的县城 这个叫做山凹往下滑的这个方向走 德清县特别有意思 就是一个下坡这个县城 一个非常陡的上下坡 我们会在县城里面找一个地方露营 然后明天早上看看日照金山 能不能看到这一次有没有缘分 现在早上啊 我们从上面把棉衣取下来了 明肖亚已经穿上了棉衣了 德清现在早上温度大概零度 或者零下一度的样子吧 我穿棉衣了 今年第一次穿棉衣 今年第一次穿棉衣 今天有没有日照金山呢 这个山感觉天上还是挺多云的 等会要开到飞来斯去看 我们停的是一片停车场 这边一个停车场 那边是一个洗手间 挺方便的 看我们户外充电就是这么充的 一个充电宝 差两个快充充手机 我们三部手机现在正在充电 就是这么充的 因为单纯用USB充的话 它这个有USB接口 但是充的太慢了 还是快充来的快 哇 看它那个简简没 看那个简简没 冰淇淋 哇 像海市圣楼 有一种似梦似幻的感觉 看到它 我天呐太漂亮了 好 我们现在已经到飞来斯这边了 但是这边的这个角度问题 倒是还是被云挡住了 可惜了 可惜了 现在在梅里雪山这边 好了 我现在只能把我的这个相机开着 守着 因为可能美景就稍纵即逝了 还守着 我们有 我们现在有两组镜头在守着呢 哇 我们来了 再开就第三次了 因为雪山我们已经来第三次了 嗯 我们现在来第三次了 今年的第三次了都 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最高的顶峰 我们今年就来了三次 今天太幸运了 一定要等到 今天一定要等到 这样子 要这样指 这是他们的信仰 要 刚刚大哥跟我讲说 要四指并挪 然后微微的 想象到你的手中捧着一个哈达 对 像捧着一个哈达一样的 就像雪山 才是对他的尊敬 哇 哇 来了来了来了 好漂亮啊 好兴奋啊 第一次看到了 大哥 大哥 我认识第一次看到了 终于看到了 哎呦又止了 不行 这样这样 蟹夺了蟹夺了 蟹夺了蟹夺了 蟹夺神灵了 看到了 看到了 两个多小时的等待 卡瓦格伯峰终于露出了真容 它是藏区八大神山之首 也是全世界公认为最美丽的雪山 由于天气格外勤劳 所以早上看到日照金山的几率会非常大 于是我们决定在菲莱寺停留一晚 将前往雨峰的行程延后 传说看到能幸运一整年的梅里雪山日照金山 一定是值得我们停留等待的 希望我们这一次能有幸见到 早上天还没亮 我们就起床去找最佳的观赏位置了 外面非常的安静 气温是零下一度 哈喽 我们现在在 飞来寺 飞来寺梅里雪山 今天天气特别好 然后现在是早上的7点40左右 可以看到后面已经看得到这个梅里雪山了 嗯 很清晰 很清晰 哦 太幸运了 昨天选择在这里搭一晚是对的 对 好开心 我们在这里等待 我们很期待很期待 然后我们两个设备都已经夹着拍这个日照金山了 等待着 等待着捕捉这个最美好的景色 好 好冷啊外面其实 嗯 好 我们一起期待吧 嗯 哎呀 光现在可以了 没想要在这蹲的累了 让我去拿凳子 哎呀 不会因为搬凳子错过 这日照金山的那一刹那把 赶紧搬 赶紧拿凳子一把两把 我们的两个设备啊三个一个直播一个大景的原始一个卡尔格伯峰的原始来坐吧 哈喽 哈喽 现在已经到八点了 我们已经看到整个的霞光已经出来了 后面已经有粉红色的霞光了 等待日照金山 哇 快看快看 哇 哇 它真的是从那个顶尖上慢慢慢慢往下撒的耶 谢谢 谢谢 看到我们后面的日照金山了吗 已经完全出来了 现在太开心了 好兴奋啊 今年来了德青飞来寺三次 终于完成新院了 心满意足的去吃个早餐 今天就可以向梅里雪山脚下的室外桃园与崩村出发啦